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法授权定定之公司研究发展支出适用投资抵减办法 设定过高之创新门槛 而且严格控管研发支出任劣的标准 导致中小企业以及服务业难以符合抵减条件 造成产创条例事实上歧视中小企业以及服务业之能研发价值 折损立法之美意 原建请行政院立即检讨公司研究发展支出适用投底办法 针对不同的产业规模及类别等设定 内型化创新门槛及吃出任劣标准 使各产业